Hello大家好,我是蜜子军 今天又来推荐一家超高性价比的自助餐 其实这家店前几年拍过 但是没有带设备 就把菜品拍得比较模糊 没有食欲 今天专程带了苦瓜丹 我的青枝小绿条带去吃 你们们,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定 不一定有位置 我今天还不一定能吃得上 没位置了 我坐到位置了 姐妹们看看这个配套 热毛巾热牛奶 这个青枝我真的喝了肉眼可见的有效果 这个是我的肚子 我的头发、我的指甲都比以前长得更快了 谢谢你一直吃 是的 刚刚的这个青枝我才吃 你是不是看过我直播呀 当然,我以前很喜欢 这个家人 这个价格 房购更便宜 点心 煮食 甜品 儿童套餐 喝的 不浪费 想吃多少 点多少 黑椒菜松 和牛斩 鲍鱼 现实糯米鸡 香香榴莲塔 蟹粉小笼包 黑松露军饺 鱼子虾黄饺 猫山王冰淇淋来一个 盐子木观银尔顿 坚果爱玉洞 拉米苏 香壮奶 点好了吗 是吧 这边还有一页 点的另一页全是点心 点心特别脏肚子 然后这边的话有前菜、商品、主菜 哦,对 这边还有素菜 招牌乳哥 五黑鹅 脆皮冰烧五花肉 蜜汁叉烧 酥四小排 汤的话可以三选一 这个羊肚菌冬花椒 有很多主菜 越式牛肉粒 金丝芥末虾球 咖喱虾球 若椒鲜鲍鱼 黄椒蒸鱼来一份 你这边有哪个茶要更大点吗 土耳茶嘛 你记得到我 你上一次来就更了 记得咋 就是很帅的一个帅小伙 抱歉 你瘦了 我瘦了吗 对 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大家都说我瘦了 你们说我胖了 难道是尽头的原因吗 虽然是猪猪餐 但摆放的姓名 都非常的精致 剁椒鲍鱼 哇 这个鲍鱼这个品质 越式牛肉粒 黑胡椒鲍鱼 黑胡椒鲍鱼 硬口真确 爆汁 感觉像是咬了一口水果一样 很像玻璃汤一样脆 像玻璃汤一样脆 整个乳鸽肉是腌得非常入味的 我只要饮血鱼 先把这小碟菜给描了 好吃 苏式排骨 我以为它是懒乳风味的 但它是橙皮味的 酸酸甜甜 很清爽 丝毫不觉得自己吃的是肉了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特别好吃 蜜质叉烧 超级厚切 大块 肥瘦相间 嗯 好好吃 跟我之前去南边吃正宗的 立直茶香 并一样的酥味 金丝芥末咖喱虾 他们家的虾个头非常非常的大 有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虾可能就说 我三克就饱了 很好吃 芥末蜂蜜的酱 配上那个金丝 有炸鸡的口感 但又是脆嫩的虾仁在里面 不能吃快了 吃快了 鼻子还是好臭 感觉变成牛魔王的鼻子 冰火三层肉 三层花 三层什么 就是三层肉 我还觉得三层肉这名字有点略实风雅 超脆 蛋白糖 表面的一层皮应该是和淀粉结合 然后把它烧得很脆的 它里面有脂肪 但一点都不腻 它让脂肪吃起来是那种粒体感的 脆脆的 烧肉部分就是非常老广式的乳白肉的风味 咖喱虾 非常四大颗大的虾仁在里面 这个咖喱风味带着一点辣 带着一点浓郁的椰香 它不是特别泰国 它比较偏新加坡的风味 它不是特别泰国 它比较偏新加坡的风味 就是沙茶的风味在里 烧鹅 好吃 我们家这个汁水好 阿里汁来一点 烤的烧鹅 这股头腹里面都是料 都是蒸 花椒羊肚心 这个汤包得非常好 有风味 有滋味 但一点都不油 就是整个汤的表面 一颗油猪都没漂浮 精彻见底 少喝点 孔子不自己 蟹粉翅翅小笼包 鱼子虾脚黄 黑松露菌菇包 龙虾汤饺饺 鱿鱼糯米鸡 点心趴开整 非常鲜 而且真的能吃到那种蒸肉蟹粉在里面 哇 好好吃 这黑松露酱在里面给的还是很足的 就还没入口 你的鼻孔已经吃到了黑松露的香 里面有各种马蹄跟菌菇 口感很丰富 这些花椒真的很大一颗颗的 鱼 你们看 有多么的薄 喜欢这三个再诚意多少你们说 这个是现蒸的是吧 小笼包 来两个 那个菌菇包 来三个 虾脚黄 来两个嘛 看出来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是我吃过最大的饺子了 好 再吃一口 不 还吃一口 也吃一口 这是我吃过最大的饺子了 我点了一个糯米鸡 我只要是看到里面有个鲍鱼 咱们这里面也没看到鲍鱼 咱们这里面也没看到鲍鱼 但这里面是有鲍鱼 鸡肉的 看见鸡皮的 绵绵乐乐的 里面还有鱼人 鲍鱼钩在里面 吃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进度调过班了吗 反正总体下来都非常的nice 没有一个采雷的菜品 你们今年是不是年产了 碧翅板还是黑珍珠 米其林 米其林几星 一星 三星 如何才能当米其林的评审员呀 需要考试吗 能吃可以加分吗 红米金沙 鲜虾肠 好吃 我的甜点趴来咯 这个很好吃 这是一个咸天档的矮 蛋塔的酥皮 酥到骨いき 酥到鳗 鱲 dwell 酥到鲜絲 一碰它就会破的那种 酥到一面就滑 摸到 RS 这些都是我们的 像布鲁哥哥他们这个麻球最好吃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个麻球 里面是黄金流沙的麻球 一定要点这个 太好吃了 咖喱春卷 里面包的是土豆胡萝卜 蓉加牛肉 香味很足的咖喱 好香 在全都有一些点心自助 真的很可以 尤其他就好善 这个皮真的相当相当的薄 太满足了 快来到你能把第一餐吃灰本的那个好姐妹吧 红豆浆状奶 有一点特别的浓稠 这个口感并不像是苏冬粉冻出来的 香味挺足的 这个就是水果冻 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阿玉 阿玉它的口感就像是冰粉中间精华部分 特别特别的嫩 没有脱烤口感 没有皮的冰粉 好臭好好吃我好喜欢 这一次是因为前几年拍的灯光不足 感觉没有把美食拍好 我不知道我下次还想来这家店 会用什么理由呢 这家的黑珍珠米其林 并不是因为自助餐才评选的 他们家是有点菜有宴席的 他们家的黄丝牛沙包很好吃 特别松满 里面的牛沙很奶香香浓 下面有这个麦麦脆 麦麦脆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突然间来了一个麦麦脆的名字 就是蛋卷薄碎 红丝绒的提拉米醋 阿根椒是慕斯口感的提拉米醋 主厨推荐的面 这五浓烫加萝卜丝有够鲜的 有够鲜的 哇 这个面好好吃啊 口感很像竹式面 脆 滑 脆的一个口感 好吃啊 鸡丝鸡蛋 银丝面 这个碗面真的绝了好吃 哇 高汤再加上这上面的蒜苗太香了 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吃爸爸腌的感觉 我们有个同事特别特别的懂 他身边的一个朋友 认识一个富二代 就从小就是过着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嘛 家里面随处可见的那种望太空的 然后家里面整一层的家庭医院 未来的朋友就跟那个朋友的朋友说 啊 你家里面没有家庭医院吗 然后那个朋友的朋友 他当时都愣了 又傻了 一下子就结了一个梗 他说那你没有吃过爸爸宴吧 你没吃过爸爸宴吧 你不知道爸爸宴是什么嘛 好了 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咪咪咪咪咪 帮大家点多多评论 我在上面进行回复大家的 要去瀑布了 要去瀑布了 青枝加牛奶 瀑布大神